大家好 我是薛一 对于每一个现代人来说 网络都是生活和工作中 不可或缺的一大部分 我们在网络上获取资讯 进行社交 学习和娱乐 但是毋庸慧言 我们或多或少 也在网络上遭遇过陷阱和欺骗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的 一档以网络世界为主题的栏目 全网追踪 我们将联合百度 微博 快手 等主流网络媒体平台 为大家带来每周最红的 网络话题和相关的数据分析 我们还将和公安机关 互联网监管部门一道 以暗说法 并且借助先进的大数据分析 及可视化的手段 为您探查网络深层的秘密 我们将与您站在一起 厘清网络迷局 识别网络陷阱 剖析最新的网络动态 每周日的晚上8点57分 轩一与您一起全网追踪 全网追踪 声量于情 大家好 我是轩一 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都有哪些热点事件 呼声较高 舆论反响较大 今天让我们有请 知微数据的首席数据分析师 汪洪帅先生 和我们一起关注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在27号闭幕之后 仍然持续升温 影响力上升到了85.2 10天的比赛时间 27个比赛大象 中国队狂揽329枚金牌 在武汉军运会的赛场上 留下了光荣的记忆 10月24日 上海市金沙江路路口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一辆白色轿车 沿途碰撞多名路人 致无死酒伤 这起重大事故 牵动着千万网友们的心 影响力高达63.5 此外 之前舆论场中 引起热议的一起事件 杀害女友的 中国香港籍嫌犯陈同佳 刑满释放 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 在舆论场中已引起了 较高的关注和讨论 好了 接下来 让我们把观众的目光 转向以下几条新闻 10月21日 位于杭州的一家上市公司 五一信用卡 半顾地点遭遇警方 突击清查 这件事一经曝光 网络热度迅速上升 成为近期大众热议的 消点话题 在舆论场当中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 关注度如何 它的网络影响力指数 又是多少呢 汪老师 请您为我们做一下 数据方面的分析 10月22日 五一信用卡 创始人回应被调查 国内网贷催收录音 等关键节点陆续爆出 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影响力指数 更是高达74.2 高于97%的企业类时间 那么汪老师 我们能够从 雌云图当中 看出些什么呢 我们从雌云图中 可以看出来 对于五一信用卡 遭到调查一试 网络舆论多集中在 警方突击 现场警车云集等场面上 警方呢 随后也对此进行了验证 经初步调查发现 五一信用卡 委托外包催收公司 涉嫌寻衅滋事 等犯罪行为 由此引发 网贷平台的暴力催收问题 引发舆论热议 是啊 很多不正规的网贷啊 它就像一个 身不见底的陷阱 踩进去了 就在那爬出来 而众多的网贷公司呢 借助移动互联网的便捷 利用一切可以做贷款的场景 不负责任地把钱借给一些 无收入的群体 并且呢 还收取高额的利息 采用暴力等非法手段进行催收 使得这些欠款 成了永远也还不清的 追魂夺鸣所呀 再次提醒大家 贷款一定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 否则呢 很容易掉进网贷的 种种陷阱之中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 从杭州转向无锡 10月10日 312国道无锡段西港路 上跨桥桥面 发生侧翻事故 共造成三人遇难 事故发生之后呢 运输部市政府等相关部门 迅速成立专家组 技术组进行调查 于10月24日 交通运输部举行的发布会上 公布了调查的最新情况 无锡桥梁侧翻事故 初步分析是严重超债所致 在舆论场中 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如何呢 谈到网络影响力指数 又是多少呢 汪老师 请您为我们做一下 数据方面的分析 本次调查结果发布的 影响力指数呢 达到60.3 高于61%的社会类时间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交通隐患呢 可以说和我们每个人呢 修起相关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啊 交通安全是我们所有人 最基本的诉求之一 那么汪老师 我们能够从这个 雌云图当中 看出一些什么呢 我们从此运途中可以看出来 对于无锡桥梁 垮塌初误判定原因仪式呢 在调查结果未发布之前 网络舆论多集中在 桥体结构 量体 设计等词汇上 而在官方调查发布之后呢 抄载 原因 调查 这些词汇呢 这占据了大家的视线 此外呢 严重 遇难两种词汇呢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众多网友除了对遇难者 表示哀悼 同时呢 也极其关注事件发生的原因 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负责人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下一步呢 交通运输部将会协同有关部门 深刻剖析事故原因 及时进行事故警示 改进安全管理措施 加强重点领域 重点环节的安全监管 确保同类事故的悲剧 不再重演 凯旋广场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乡房区哈平路 商场住宅写字楼集中 人流量集中 是乡房区中心重要的商圈之一 2019年4月初 乡房区公安分局 哈平路派出所 家区民警李经阳 像往常一样 在这一带写字楼内 开展住户走坊一种 经过18楼某住户门口时 萧丽发现其大门紧闭 位于公司走道的墙壁上 还挂着一块崭新的公司钢台 赫然写着 黑龙江凯治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记得大字 萧丽查看走坊记录 发现该公司并未登记在岸 标牌似乎也是刚挂上不起 萧丽按照惯例 打算敲门何时记录情况 敲了好一会儿 却没人应答 正当民警萧丽心里盘算着 下午再过来走访 准备转身离开时 一名中年男子 缓缓将门打开了一丝缝隙 萧丽向男子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和走访来意 希望对方配合自己工作 男子的眼神立马闪躲起来 一边口头答应着配合 一边慌张地用身体 将小李挡在了门外 从刚刚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 这家挂着崭新标牌的商户 大门几地 也未曾有过公司的相关备案记录 民警小李多次敲门 却被挡在了门外 那么这名男子在躲闪着什么呢 是新公司准备开业 屋内的装修并未完成 不方便进去吗 还是另有引擎呢 全网追踪 我们今天为您讲述 写字间里的秘密 男子用整个身体 把门口的缝隙挡得严严实实 小李看不到屋内的情况 便想推开他准备走进屋内 从这个门缝里边 我往里一看 都是一些小孩在电脑面前打游戏 还有正常的聊天 小李心想 这家公司或许从事的是电商工作 这些员工可能是该公司的客服人员 小李顺势打量四周 办公室里的陈设非常简单 看不到任何农业方面的标识 在房间的里面 还有一个隔出来的小房间 房门紧闭 透过没拉延的窗帘 可以隐隐看到房间的内部陈设 别有一番设计 与平常家庭或办公的地方 装修并不一样 小李正打算继续往里走 男子又挡了过来 告知小李 那只是员工休息的地方 并没有什么 男子的几番阻拦 让小李心存诸多疑问 男子到底在隐瞒着什么东西 装修不同寻常的房间里 又会有什么呢 面对眼前这些种种异常的现象 警察的直觉 让小李几乎可以确定 这个房间里 一定存在某种 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么 到底会是什么呢 民警小李 又该如何解开 房间里的秘密呢 看起来寻常的写字间环境 男子却局促不安的 几次拒绝民警住内 办公室员工作者的工作内容 也和公司大门标牌 显示的农业公司并不相符 还有一间隔出的小房间 种种异于寻常的迹象 让小李警惕起来 房间里会是在从事 某种色情活动吗 还是存在传销行为呢 小李走访回来 随即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 根据多年的憧憬经验 警方判断 在这家商户 可能会存在违法犯罪行为 为了掌握更多的有利证据 民警小李协同同事 继续展开侦查 警方从工商部门了解到 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 主要业务范围是批发零售农产品 农业机械等 法定代表人是陈某 开门的中年男子是他的丈夫 也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 民警调取了该公司外面的 过道监控 发现这家公司的员工 每天上下班都很有规律 表面上看与其他公司并无两意 唯一不同的是 这家公司的员工 每天除了上洗手间 其他时间都在房间里 几乎从不出门 连中午吃饭都只是在门口 匆匆地拿外卖 员工的这种活动规律 并不符合传销限制人身自由的 基本特征 基本可以排除 从事传销活动的可能 会不会是警方的另一种推断 房间里的人 是在从事色情 网络赌博活动 或是其他不可告人的事情 总是紧闭的公司大门 几乎从不出门的公司员工 看似很忙碌的工作内容 神秘的房间里 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全网追踪 我们继续为您追踪 据民警小李走访所见 当天大概有十几个人 坐在办公室工作 工作期间吃外卖 在如今这个时代 似乎是没什么问题 但这十几个人天天吃外卖 除了上洗手间 都不出公司的大门 公司也没有任何访客 这就很奇怪了 尤其是在这栋写字楼里 这家农业公司位于18层 像这样的写字楼 每层都有十来家商户 在这办公 面积各行各业 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员流动 这家农业公司 几乎永远都是关着门 与其他商户开门纳客 截然相伴 连民警正常走访 都进不去房间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警方又如何在 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 获得这家公司更多的信息呢 为了进一步获得证据 警方决定改变侦查思路 伪装成快递员 以送快递的形式上门侦查 以获得更多 关于这家公司的信息 我们冒称送快递的进去 但是只能进入 他的第一间办公室 里边到底是做什么呢 我们都不知道 接连几次进不去房间 无牌无火 更加让警方确定 这背后绝对不只是 一家农业公司那么简单 于是警方决定 扩大侦查范围 正当此时 一位民警在网上调取公司信息时发现 该公司在某招聘网站上有招聘岗位 但有一点令人可疑的是 这家公司招聘的岗位是游戏通口专员 岗位要求和工作内容都毫无联系 一个农业公司招聘的呢 却是和公司业务毫不相干的岗位 加上警方前几次各种方式 登门走访军无果 这家公司变得疑点重重 这时候警方突然想到 这家公司发布的招聘信息 于是改变了思路 决定让两个刚入警不久 面孔叫声的民警 通过应聘这家公司的工作岗位 卧底到该公司 一探究竟 于是两位民警已刚出校门 毫无事 在这家公司的工作岗位 明天就可以入职上班 毫无游戏经验的卧底民警 完全编造的个人简厅 看似正规的面试流程 两位民警 加班费用补贴等 一切看似很正常 我们每天一工作 一直紧闭着房门 老员工似乎并不和他们一样 专注打游戏升级 而是忙着干其他事情 在公司之后呢 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公司 每个员工的每月业绩 每周业绩 以及每日目标 当时我们就非常的奇怪 既然是游戏带恋 为什么会规定 他们每天业绩的目标 因为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他没跟我们说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也就带这个疑问 就是工作了 偶尔开门的小房间 新老员工不同的工作内容 还有摆在公司里的白板 这之间会有怎样的联系呢 主持人轩一 将追寻卧底民警的脚步 穿梭到写字间 寻找线索 我旁边摆放的 就是这家公司的白板 上面写着 每月业绩 每周业绩和每日的目标 这些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联想到游戏带恋 和我身后这个神秘的小房间 它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 除了白板上标注的 每月每周 和每日的业绩目标外 人事经理谷某还要求各个游戏带恋 上报本周添加好友的情况 一个农业公司招聘游戏带恋 本来就很反常 而且玩游戏是需要花钱的 它们反而让游戏带恋 上报赚钱数目 并且业绩目标比正常的游戏公司还要高 这让两位警官不得不更加怀疑 所谓的游戏带恋到底在练什么 也许这里面的答案就在办公室里的小隔间里 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入职的两位民警决定继续工作 静观其变 此时两位民警已经入职第四天 正当民警想弄清楚隔间里到底有什么的时候 一个机会来了 这天下午两三点 人事经理谷某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小隔间 却在无意中留下了一丝门缝 平时那个门从来都没有开过 然后我和我那个同事在这个平时的工作中 就互相打掩护 就把他们这个行片的过程 这个具体细节给发现了 上班只需要玩游戏的轻松工作 记录着员工业绩的奇怪白板 神秘隐蔽的独立小隔间 房间里到底有什么 他们又都在干什么 全网追踪 我们继续为您追踪 透过门缝 两位民警发现 隔间内部与办公间的风格迥异 更像温馨的居家环境 而这时 人事经理谷某正坐在电脑前 插着耳机 对着屏幕与人聊天 明明是上班时间 他为什么会在隔间里 跟别人视频聊天呢 难道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吗 为了避免被其他员工发现 卧底民警决定 等待时机继续了解 就在他们想要弄清 古某在房间里做什么的时候 第二天一大早 古某找到了他们 递给他们一本厚厚的文件夹 和两部手机 主管业务的经理呢 就找到了我后的同事 就对我们说 说你们这两天玩游戏升级 升到挺好 挺快的 你挑一些男性的网友 把他们加上好友 然后具体以什么身份啊 怎么聊天 让我按 他给我那个资料上来做 打开手机 卧底民警发现 两部手机的微信用户 都是一位名叫青瓷的女性 而当点开朋友圈动态 发现里面发布的照片 竟然都是人事经理古某 朋友圈动态 也大多和每天的工作 和生活有关 民警随即翻开 那本厚厚的资料 我翻看这资料一看 是一些女性的人设 背景啊 学历啊 和工作等等 相应的情况 安排的都是非常的仔细 以及把他们这些 男性的网友 加上好友之后 怎么跟他们聊天 都有相应的模板 我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家网友 和他们聊天的一个话术本 随后我和我的同事发现 他们公司开播的明细表 至此 两位卧底民警 摸清了这家农业公司招聘的 所谓的游戏带恋 其实就是在游戏当中 假冒漂亮女性 以轻辞的网名 添加男性网友为好友 成功后 以恋爱交友为由 诱导被害人 进入古某假扮的 轻辞的直播间 并让其他游戏带恋 假扮成直播间内的粉丝 通过虚构 轻辞的亲属身份 诱导被害人 在古某直播过程中 刷礼物 从而实施诈骗行为 经过对所掌握线索的 分析研判 警方决定收网 一举将在该公司 多名涉案人员抓获 并查获作案手机13部 电脑21台 多名犯罪嫌疑人 对按照诈骗模板内容 骗取他人财务一事 供认不贵 经初步侦查 此案被害人 遍布全国各地 多达百余名 涉案金额 达十余万元 几天的卧底侦查 装修不寻常的 小房间里的秘密 终于要被揭开了 这里面 到底隐藏着什么呢 这个房间一进来 果然是别有洞天啊 和外面办公间的 陈设装修截然不同 你看啊 有摇椅 电脑 摄像设备 还有这个房间 温馨的装修风格 这里就是由人事经理 充当主播身份 最终博取被害人信任的 直播房间 人事经理谷某 每天呢 都会进到这个房间里 坐在镜头前 进行直播 配合坐在外面的 游戏带链 也就是键盘手 共同诱骗网友 刷礼物 实施诈骗行为 案件成功破获后 经过审讯 警方摸清了 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 人事经理谷某 只是案件的重要参与者 而最初 在民警销里走访时 挡住其不让入内的人 其实就是整个诈骗活动的策划者 也就是该公司的实际操控人 于某 最开始的时候 我是看直播 看直播之后 花完钱了 认为这个事不太对 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被骗人的经历什么 他们讲出自己的经历 然后跟我相辅 也有一些 就是像贴吧那个东西 介绍平台 包括哪些平台 就是可以做这些东西 然后就跟他们联系上 给我出一些方法吧 教我怎么去做 让我怎么去做 需要什么东西 于是怀有侥幸心理的余某 就利用这种看似正常直播 粉丝给主播打赏刷礼物 这一正常行为的幌子 一步步精心设计情感骗局 制定话术剧本 让键盘手以女性身份 在各种网络平台上 交男性朋友 并嫁为微信好友 并以处男女朋友为由 继续文字聊天 并按话术剧本内容交流 到一定程度后 让其加入自己的视频直播平台 这是女嫌疑人古某 也就是整个诈骗环节 最核心的角色女主播 就会在视频直播平台出现 继续按照培训模板 与对方进行直播聊天 为了避免引起对方的怀疑 也为了避免因此涉嫌诈骗 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于某还要求谷某和键盘手 在聊天过程中 不准接受对方的礼物和红包 就是跟那个客户前期 有那个了解 然后正常的那个沟通 刚开始出朋友 然后后来出男女朋友 然后后来要礼物的一个沟通 一个东西 扮演的是她女朋友的角色 就是让客户信任我 看她钱了 跟她感情 在视频直播过程中 谷某一边和被害人直播聊天 博取信任 另一边会配合键盘手 按照话术脚本提出各种理由 例如咱俩处对象 家人不同意 看你成不成心 或让公司其他员工 冒充亲属参与直播 让对方看到 让其表现表现当当 又使被害人 在视频直播平台刷礼物 以此达到 骗取被害人钱财的目的 近些年利用主播诈骗的案件 有很多 本案有哪些突出特点呢 和其他这类的案件 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 请来了哈尔滨市公安局 相访分局 哈平路派出所的副所长 刘东升警官 刘警官您好 主持人您好 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案子有什么突出的特点 本案与一般的利用网络主播 进行诈骗有所不同 最大不同在哪呢 就是说本案是网络主播 直接参与诈骗 而且在整个诈骗的流程当中 他呢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掌握着重要的环节 哎呀我们说说直播 哎呀我们一提到直播 您肯定会说 电视里边经常会说到的 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是文超 我们正在为您进行现场直播 我所在的位置 是吧一系列的 那现在呢这网络时代来了 这个直播不再是电视台一家的事了 只要是一部智能手机 一个注册账号 人人都能对着镜头做直播 当然了 这看直播的人 围观的人也不能白看 这就得掏点钱 原来的直播呢电视直播是 我说您听 现在网络直播是大家对着屏幕 一起来聊天发弹幕 这直播火了 门槛也就稍微的低了一点点 不过骗子可就多了 那些骗子利用直播动了歪脑筋 让直播直接变成了 直骗 一般的利用主播诈骗类案件中 女主播只负责直播 在直播间内 由键盘手在评论区留下微信号 对被害人实施诈骗行为 而在本案中 女犯罪嫌疑人古某 除了负责公司的人事工作 还能忍女主播这个重要的角色 在整个诈骗过程中 随时和键盘手保持联系 当键盘手以古某的名义 在游戏中 加男性网友为好友后 古某便会向键盘手 提供个人生活照片 更新社交媒体动态 甚至需要时 也会和被害人进行语音视频通话 骗取网友信任 而到了直播环节 古某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录点 其他的键盘手 则会在直播间冒充古某亲属 推波助澜 骗取被害人给古某刷礼物 也就是说 在直播过程当中 这个聊天室里 只有一名是被害人 是的 其他的都是这些键盘手 来冒充的古某家属 对 我们今天来说说键盘手 一提到键盘手 很多人想到 古某手 贝斯手 键盘手 对吧 不是啊 我们说的可不是什么乐手 我们说的键盘手呢 它是骗子的一种 就是诈骗团伙里边 直接打电话 骗你钱的那个人 我相信你可能接到过 这样的电话是 老王 给我打五千块钱 出车祸了 或者是那种 我说李总 来我帮个手一趟 过来找我一下啊 就十有八九 遇到的都是 骗子的键盘手 这个键盘手呢 弹出的不是什么 美妙的乐曲 而是让你昏昏然 交出钱财的 迷魂群 就是伪装身份嘛 用花言巧语来骗你 让你不知不觉地 进入到了网络骗局当中 这些键盘手啊 也挺擅长那种 组团伙 他就把你们 拉到一个微信群里 然后发现 里边的除了你之外啊 其他全是偷 本案当中的嫌疑人 谷某在这个诈骗团伙当中 身兼多职 是的 是的 这个危害更大呀 是的 对于变事来说 谷某在他们之间 已经建立了 非常强的这个信任度 犯罪嫌疑人 利用了这种信任 在整个诈骗过程当中 犯罪嫌疑人 不接受被害人的发红包 转账的这个方式 打不完 他只是要求 这个被害人 给他从直播间刷礼物 这样呢 从这个环境来看 很难让被害人 识破他一个骗局 好在我们发现得及时 打得也比较早 也减少了很多的被害人 我们来说说 刷礼物 这个刷礼物 年轻人都很明白 我们这边还有很多 上了年纪的朋友 可能不太明白 什么刷礼物 是吧 好好的礼物 怎么买的 还刷 尤其一刷 不是这个刷礼物 这个刷礼物呢 就是主播 挣钱的一个门道 这个主播收入呢 全靠 看直播的人 充值打赏 刷礼物 对吧 现在的这个网络直播啊 有点像古代的街头艺人 古代街头啊 卖艺的杂耍的 那吆喝的都是 有钱的捧个钱厂 没钱的捧个人厂 现在的主播 吆喝也吆喝 他们吆喝的是 各位老铁 双鸡666 小礼物走一波 走一波 以前的给艺人打赏 都是扔铜钱 像什么 梅兰芳梅先生 演得好啊 还有人直接扔 珠宝首饰 对吧 现在呢 给主播打赏的 那刷的都是 跑车 游艇 大宝剑 当然都是假的咯 面对这样 巨大的经济利益的趋势 这些懵懂的年轻人 抱着侥幸的心理 选择了铤而走险 真的是令人唏嘘啊 广大网友 应该如何防范 网络交友 需要谨慎 在这个交友过程当中啊 不要相信 是这个网友啊 用这些诱惑力的 一些信息 包括涉及到钱财的 这些信息 千万不能相信他 如果发现自己被骗 一定要保留好证据 第一时间 不打报警电话 好 谢谢 全网追踪 爆点网红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 转向日常生活中的 柴米油盐 关注一下 就有生活信息的 网络热电话题 比如说 有个人卖窝窝头 结果呢 因为一口搞笑的 方言叫卖声 迅速成为了网络红人 邦老师这样 我先问您个问题 您知道现在的窝窝头 到底一块钱几个吗 这个有什么奖励吗 这样我们一起来 看看视频 您就知道了 网友们被这个叫卖声 洗脑之后自发地在网上 到处叫卖窝窝头 你看这个微信上 微博上 视频弹幕里 到处都是卖窝窝头的网友们 这件事虽然很幽默 有点无厘头的意思 但是这件事的网络影响力指数 达到了45.7 还是很流行的 怪不得网友们到处去卖窝窝头 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话题 换脸 说到这个换脸啊 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整容 不过我说的这个可不是这种换脸 而是这一种 这不是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吗 是啊 主持人您什么时候顶替了张博之 开始演电影了 挺好玩的是吧 很神奇啊 这拳头得归功于一款网红软件 造 让你呢 换脸比喝水还简单 汪老师 它的网络热度如何呢 造这一款换脸软件呢 在网上引起了过小的波澜 它影响力指数呢 高达73.3 超过了94%的同类事件 而且呢 是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啊 是啊 在刷脸支付的时代 我们的脸部生理特征 可以说是 打开我们金库的一把 极其重要的钥匙 如果大家不提高警惕 任由这把钥匙 被技术所批量复制 那么 无异于把自家大门 敞开在不怀好意的人面前 后果可想而知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全网追踪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